据悉,2005年的一首《月亮之上》,将凤凰传奇这个组合火遍了全世界的华人区,占据了中国内地华语主流媒体原创乐团领军地位,更是被评为唯一有能力抗衡鸟书的存在。 但是日前有消息传出,两人因为性格不和以及分配不均或将解散。 消息的传出是一位微博名为hold不住了的网友。 他表示,凤凰传奇组合因为两人在投资某网游的问题上面产生了很严重的分歧,两人或将在近期宣布解散。 知情人士表示,其实凤凰传奇的两人都是非常资深的网络游戏迷,网游的经历长达十年之久。 但是两人此次的解散传闻并非只是目前所呈现出来的原因,据了解更多的是两个人在性格上面的不和,只不过是游戏投资是一个导火索。 对于分配不均是因为女主凌花的老公是凤凰传奇的经纪人,可以说是这个组合的当家人。 网络游戏的起来所出现的局面就是凌花和老公两人日转会很丰厚,而曾毅只能拿到相关的出场费。 对于这样明显分配不合理的事情,曾毅自然表明了不认同的态度。 这或许在今年年初传来两人分配不合理的消息,已经可以初见端倪了。 现在有不合的情统状,无论的感觉表明。 Oh yeah Oh yeah Oh my god MING PAO TORONTO